近代人類史上工業革命的發生 每次都為世界帶來一番巨變 科技的爆發性發展 不斷加速和推動人類行業的轉變 有建設性同時也造成大規模破壞 剛剛的6月2日 台灣就舉行了一場歷史性的科技展示 由NVIDIA創辦人黃仁芬演講 這次的主題 更被命為 AI如何打動全球生產業革命發展 人類質疑AI AI同樣會質疑人類 更會加速了人類地位被取代的問題 這是我們近十年經常聽到的說法 整場的演講中 黃仁芬提出六大 關於NVIDIA對AI發展的重點 分別是F2的數位孖山模型 更精重預測地球氣候變化 強化Track GDP應用 全面性工業革命 展示數位職業 虛擬工廠 以及AI機器人 在這個時代 資訊科技的發達 投資買股票對我們來說 已經是輕而易舉的日常 市場上的人充頂著AI發展的爆發力 不斷抱著夢想將資金投入到相關公司 為的就是希望能夠從中賺取股價的收益 尋求財富自由的機會 但世界上能夠財富自由的 又有多少人做得到呢? 大部分人都只是平凡人 普通人 因為世界有錢人都只是佔少數 都用來追逐著 AI發展能夠為人類社會帶來什麼 但相反就忽略了對人類生態大量的破壞 優化產能 提升工業效率 全面人工智能化 換來的就是有更多人面對失業的問題 或者將有更多人的工作 會被AI取代 在這個情況下 人的價值還除了什麼呢? 在投資的角度 太若流強的投資取向是必定的 也不可能反自地投資 即央行業 但在投資以外 我們也不能忽略自身的價值 我這個頻道 除了給了一些投資上的資訊價值之外 更加是抱著我對人的價值觀而營運 以為商業經營和抱負上不平衡是很難的事 特別在這個時代 大部分人都追求快速獲取財富和利益 對身邊人士都變得莫不關心 更加不要說停下來 看一些可能不能變形的東西 我自己的本業是做投資有關的 如果我問我有沒有擔心將來被AI取代 我沒有這個擔心 因為這是遲早的事 但是不是代表著我只能夠躺平呢? 我的性格也不是意中人 我不會甘於現狀 也不會甘於平凡 在AI時代引發的這場工業革命 我們更加加快地思考自己的價值是甚麼 自己能夠做些甚麼才是人能夠做 能夠凸顯自己在世界的價值呢? AI雖然能夠取代很多人類的工作 不過說到底也只是一件器具 AI跟人類不同之處 就是人總有心靈 我雖然不是甚麼偉大的人 但也有一定的社會經歷 對世界也有一些體法和感受 更多人變得更功利主義 更多人唯有追求蓄位追求關注 而只能夠不斷誇大和作出引人注目的事 長江後浪推前浪 只求快感和短時間的爆發流量 這些東西有多少能夠長遠保留呢? 或者其他人會說我只是精工之了 太過幾人憂天 我不否認對於今天的社會現象 我確實感到憂慮 憂慮的不是更難賺到錢 而是在人類史上的價值觀越來越扭曲 最終變成更多人為了要賺錢 而不惜代價作出任何可以取得金錢的行為 所以有前人子AI的發展 會加速騙用的發生 事實上近三年 我們在全球媒體報道上 已經看到越來越多受害者的新聞 而且手法層促不窮 防不勝防 以往在投資市場還會有人用股票圈錢 有些人會利用微送裡來引人入閣 如今很多人意識到這個手法 這些騙局又再重複到包裝成為正規的手法 以AI編程來獲取訂閱騙取資金 當然我們也不太老派 叫大家用以往老派的投資方法 要重拾初衷 時代亦容不下這些舊時代的技術 反而既然知道遊戲的玩法改變 世界就要懂得自己生存 價值投資不再會用的話 就用短炒 不用強迫自己一定要被固有的框架索局限 人是需要改變 改變心態 改變行為 在今天人類還有條件下 就應該採取主動 不會等到要被躺著才想改變 如果你覺得今天投資AR辦法 能夠為你賺得更多 那就不要被自己後腹做你認為合適的行動 但我有我的投資習慣 我認為現在相關辦法已經過於高估 我執行我認為自己能夠承受的投資決定 我不認為我買入NVDS做淡NVIDIA 就是代表我不看到AR的發展 我亦理解這個人是網行的Youtube界別上 有些觀眾是因為我做淡蒼然認識到我 不過矛盾的是做淡可以是投資行為 不代表我對前景的看法 就等於過去20年有一個國家的暢號 但股市不升之餘還要一直沉底 有多少熱捧的科技是由美國興起 但熱潮蔓延至亞洲 就由奢侈品變成泛淡的產能過剩呢? 不說太遠 近鏡我們都已經見過有太陽能直板 處於潔淨再生能源 電動車、鋰電池 再到今天半套體晶片 有哪項熱潮不是先由美國興起 傳動亞洲後就不斷被量產 再由產能過剩 即便出現多間企業無力常態或入不富之 最後面臨大規模的行業業潮呢? 其實從這個生產鏈已經可以記得到 亞洲區的工種大多累積是勞動力 既然黃仁芬所提及的虛擬工廠成功 全面AI化自動工業生產 服務業工人可能由AI機器人取代 試問你和我 在未來應該做些什麼才有出路呢? 這條片我也沒有發給你什麼好的建議 不過尋找以人為本的行業 是我們可能甚至是唯一面對的出路 不要覺得今天擁有的是理所當然 不是我悲觀 我也只是無心自然的提醒 自己的命運最終都是自己填寫 我是Lokan 加油!